Hello 大家好 我是正客的肥菜丸 今天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做公鸡风车的信箱 在DIY pack 里面有一支噴漆 一盒塑胶材 一张纸样和信箱 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 预备一条干净濕的毛巾 我们先和信箱抹一抹 抹干净 抹去外面的层 如果我们不做这个步骤 当在噴漆或掃了颜色后 可能有些层粒在上面黏着 出来的效果就不太好 先抹干净 OK 完成 第二个步骤是剪纸样 这个纸样很简单 把公鸡风车剪出来 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反转纸样 在背后涂上膠水 记得我们在纸样的围边涂膠水 中间的地方是无需塗这么多膠水 接下来我们反转 贴上信箱上面 你看到公鸡上面的两个金钱车 和信箱上面的两个金钱孔 尺码也是一样的 把金钱车和金钱孔的位置 盡量贴净 有些差距也不大影响 接下来喷漆的阶段 因为喷漆的味道也较浓烈 所以建议大家找一个空气流通的地方 铺在地上才做这个步骤 如果你有口罩更好 可以调一调味 然后我们平均把漆油噴在信箱上 但我通常信箱的背后不会喷 但如果大家觉得很想喷漆也不要緊 我自己也有个习惯 就是喷漆的时候 都会喷在盖子里面 像影片那样 这样就会觉得更漂亮 喷漆的过程就差不多结束了 而下一个步骤就是等它干 等它干完之后 我们就用割刀 轻轻力把纸样撬一撬 小心要轻轻力 不然怕刮花油 把纸样撬起 然后整个纸样都拔出来了 对了 还有少少拔起来 完成 接下来就是我们赏色的环节 首先我们预备 平时在文具店买到的水彩笔 之后我们点一些塑膠彩 然后直接浓到信箱上面 塑膠彩来说是不需要混水的 好像一点下去立刻浓就完成了 但是一样东西 本身塑膠彩都是一些较容易干的颜色 如果有些笔上了颜色 而你又不是即时用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浸在水里 清洁的时候就较容易 而在影片上我们也有用到小字笔 因为小字笔的毛是较软 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更新的 如果你有看到在影片上 我用到公鸡的毛 以及整个笔线 或者是较微小的图案 我都会用小字笔 对了 现在我用到风车轮 又在捆着边 用小字笔 再上雞灌 信箱差不多到尾聲 你看到我背後的雲 眼睛、雞嘴、雞灌上有少少的紋 我也是用小字筆去處理 封車的紋我都用小字筆畫上去 也用小字筆畫小鳥 你較厲害的可以畫飛機上去 看到雞身旁邊的圍邊 和圖上的點點花紋我都用小字筆 最後當然要提示 有很多情深說話 你喜歡怎樣寫什麼都沒問題 我就在寫我很想念你 對了 OK 想想搞定了 希望你們喜歡 亦都相信你做得比我更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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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